新年的开端 民众准备好报税资料了吗 由于每一年的纳税法规都有小小的变动 为了让市民详细了解 华兴保险将会邀请专家权威举办一系列讲座 希望可以对华人朋友们提供帮助 在过去华兴保险的十年里面 我们都在每一年的二月份的时候 我们都会开一连串的讲座 尤其是在税法跟劳工法的部分 每一年都有一些新的变化 所以今天特别请到我们的主讲人之一 杨萍 杨贵司到我们节目里面来 跟大家讲讲说 到底2015年在报税的时候 尤其报2014年税 中间有involve到所谓的个人健康保险 或者是团体健康保险 你今天你可能是拿的是 用的是公司团体健康保险 到底报税的时候 该要注意些什么地方 那如果你是自己买了健康保险 在报税的时候 又怎么样能够国税局 以及这些执行的单位 知道你有健康保险 那很多的疑问 今天我们特别请会计师到节目里面来 跟大家介绍一下 是的 2014年开始 这税法有很多的改变 同时变得很琐碎 最明显的例子就是Obamacare 那么你在报Obamacare的时候 报税的时候 你要申请一些credit的时候 最少有很多的资料你要准备 比方说像1095A这些 那么工作就变得非常的繁重 那么在26号的Seminar的时候 我们会谈到这些事情需要注意的地方 同时在Seminar的时候 我想跟各位介绍一点就是 税局现在他们面临的一种情形 就是他们对他们的查税的效率 有很大的改变 所以对于查税的方法 我的感觉是有很大的改变 那么在这里 在Seminar的时候 我会跟各位update一下 就是最新税局查账的方向 一个趋势的问题 是的 刚才杨明会计师有讲过 国税局有很多的规定 然后来查税 但实际上面 在我们做全民健保的时候 知道很多时候 它不只是查税的问题 因为你如果说没有给员工 像比方说像2015年 你没有给员工买健康保险的话 100个人以上的雇主是有罚款的 那甚至于有的雇主很聪明 在2014年2015年 干脆叫员工自己去买保险 然后再reimbursed员工一些钱 那如果说你是做这样子的动作的话 你很可能不是被查税 而是你被抓到的可能罚款 罚款的金额 肯定比买保险的金额更高 所以在这个地方 OK 这个可能你觉得说 你找到了一个方法 OK 世界上面道高一尺磨高一丈 怎么样能够让你变成一个聪明 精明的这个老板 请来参加我们26号开始的 一连串的讲座 那当然我们这个明天 会特别再请到我们的律师来讲 有关律师方面 法律方面肯定要注意的事项